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主礼平安。 欢迎大家再一次能够参加由女女进行会主办的主旨崇拜。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线上,一起敬拜赞美主,聆听神的话。 让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来作为今天崇拜的开始。 今天的经文是启字诗篇96篇1到4节,以及诗篇47篇1到2节。 诗篇96篇1到4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 在妄明中诉说他的歧视。 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妄神之上,当受敬畏。 诗篇47篇1到2节, 妄明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盛的声音向神呼喊,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谓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金王。 感谢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在疫情当中,看顾我们的需要,时时刻刻守护着我们。 感谢你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 感谢你爱我们,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支柱。 天父上帝,你是配得我们称颂赞美的。 主啊,你是自由拥有,创造宇宙万物之主。 你是万王之王,全知全能的神。 你充满智慧,也是公正公义,爱我们的主。 我们要称颂赞美,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慈悲灵敏。 我们要以谦卑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 求你赦免我们在行为上,言语上,思想上,所有一切的罪行。 感谢天父,透过你的渡身子,以他的宝血,洗尽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自由。 天父上帝,恳求你在这疫情当中,示我们平安。 求你除去我们的焦虑,不安的心,使我们刚强壮胆。 我们相信你正掌权,求你灵敏。 弱势能心,按你的心意,时间,让疫情快快离去。 回到那再无忧虑,能够相继一堂,一起敬拜你的日子。 感谢主。 我们把今天早上,献上机会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你保守我们一切,能顺利进行。 感谢你恩高留应恩床道,示给他聪明智慧,能够清楚地床大你的话语。 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门,示给我们属灵的悟性。 一可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听而明白,并且听而能行。 有主把种子杀在好的土里,能够借势成长,长出美好的果子。 感谢主。 感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 Amen。 接下来,让我们与几首诗歌一起来敬拜赞美主。 我们也很荣幸,今天能够请到明里福音堂的刘应恩传道,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感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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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要赞美 每天到日出到日落 我生前定与你 每天赞美 只不停我要赞美 跳舞 赞美 我要赞美 祈祝 赞美 在他身旁 你是永远的神女王 祝你的心 是我力量 你的幼儿 是我盼望 虽然感谢笑你 也许葡萄树结果 我愿赞助我的神 忘心快乐 我要赞美 无论的是我 我的事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不 我生前定与你 每天赞美 不停 我要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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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赞美 他生前 我想赞美 一晚 我要答應 我能發誓 我不得心 我要答應 每天早日出老日落 我心願等於你 每天早面不停 我要答應 挑戰答應 我要答應 自由答應 大小黃昏 你是永遠的聖巨王 心是未成大劫 依然仰望世界 大小黃昏 你是永遠的聖巨王 心是萬全交通 聖巨主義戰全 我靠著那家給我一點點 方式都能做 我活能活地步 主義和在我心 我靠著那家給我一點點 方式都能做 方式都能做 心在主義之一 我方式都能做 心是萬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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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著那家給我一點點 方式都能做 我活能活地步 主義之一 在我身上,我能天天给我一个礼 凡事都能做,心在主我领域 我满事都能做,我能天天给我一个礼 凡事都能做,心在主我领域 我满事都能做,我能天天给我一个礼 凡事都能做,心在主我领域 我满事都能做,心在主我领域 我满事都能做,心在主我领域 满群的花,你的知所和德可爱 我心在主我领域,我心在主我领域 我心在主我领域,我心在主我领域 你知所和德可爱 我羡慕,渴向你的眼泪 我心在主我领域,我心在主我领域 你良心在主我领域,我不满足 我不满足,只停留些灶 待我进入你,你的谈折 我想我不满足,只停留些灶 我心刻目,你永恒一样 在我地步,你的谈尖 我不能住 最近留心在 带我平路 一定好看 我心可怒 你永恒的爱 愿意的荣耀 从天降下来 闯上每个 爱无敌的心 愿意的荣耀 从天降下来 愿意的荣耀 从天降下来 愿意的荣耀 从天降下来 闯上每个 爱无敌的心 愿意的荣耀 从天降下来 愿意的荣耀 从天降下来 带我平路 一定好看 我不能住 从天留现在 带我平路 一定好看 带我平路 一定好看 带我平路 一定好看 我不能住 我不能住 自己留现在 带我平路 一定好看 愿意的荣耀 从天降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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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燒每一份愛不靈的心 天美的肉娘 從天降下來 充滿著你 與我的相約 帶我進入你的痛感 我不滿足你 只停留現在 帶我進入你的痛感 我心刻不理 你永恆的愛 聖誠姐妹 大家祝力平安 祝大家齊生同心的來到神的面前 一同的敬拜 阿們 我們同心來做一個禱告 天父 我們感謝你 今天又是你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我們歡喜 我們快樂 我們同心在你的面前 我們齊來敬拜 祝這時候透過你自己的話語 讓講的聽的在你的面前 都要得最大的幫助 引導我們打開我們 對你話語的渴目 祝你也讓我們真的是 可以調整我們的眼光 在學習的裡面 我們學著怎麼樣 可以來擴張我們生命敬拜的境界 以至於我們的生命 越敬拜你 越向你 越得你的喜悅 帶領我們以下一起思考 並且來聆聽你話語的時間 祷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Amen 早上要透過詩篇第95篇 1到11節的經文 我們一起來學習 齊來崇拜 齊來崇拜 是 我們在疫情 我們都從過去的實體 改為獻善的崇拜 但不論怎麼樣 我們都學著守主日 那我要說的是 基督徒為什麼要守主日呢 我們來到 旧約出埃及記 第20章8到11節的經文 經文這麼說 當紀念安息日 守為聖日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功 當第七日是像要還你神 當守的安息日 那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 戶碑深處 並你城裡寄居的這些所有的客旅 那無論何功都不可做 因為六日之內 耶和華照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華赐福於安息日 定為聖日 我們知道猶太人 猶太教徒他們守安息日 他們安息日的時間是在星期五的方往 太陽下山開始 直到星期六的方往 這是這邊在講的 猶太人他們在守的安息日 那這講的就是紀念神的創造之功 接著我們要來看 生命記第五章十二到十五節 經文說 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 守安息日為聖日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功 當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 當守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 撲杯等等的後面 經文就是說 無論何功都不可做 當你的撲杯可以和你一樣安息 然後又接著說 你也要紀念你在埃及地做過奴仆 要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板壁 將你從那裡領出來 因此要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從這邊的經文生命記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同時守安息日的目的 是要來紀念神的救贖之功 剛剛從抓一席記的經文裡面看到的是 要來紀念神的創造之功 這邊看到的是守神的救贖之功 那我們要知道的是 來到的新約 當耶穌基督從十里復活之後 基督徒就以七日的頭一日 就是我們稱為星期日為主日 見證基督的復活 而且我們要預備基督他的再來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整理 整個主日崇拜 主日敬拜的四大神學基礎 第一紀念神的創造 第二紀念神的救贖 接著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見證主的復活 同時我們要預備主的再來 所以弟兄姊妹 不論是舊約猶太人他們所守的 這些律法律列典章 守安息日 直到耶穌基督從十里復活 在新約的裡面 我親愛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說我們要來守主日 我們禮拜天要來敬拜 離不開這四大重要的神學基礎 我們在紀念神的創造 我們在紀念神的救贖 同時對基督徒你我而言 我們更是要來見證主的復活 阿門 在每一次的主日的敬拜 其實都在預備我們 教導我們教育我們 我們要預備主的再來 我們要預備主的再來 有一句話這麼說 敬拜是創造和救贖的目的 Worship is the purpos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敬拜是創造和救贖的目的 我這邊有一張圖 Andrew 蔡牧師所畫的 這邊說到什麼呢 他說傳福音的目的 不僅只是叫人可以上天堂 而是什麼 而是使人可以來敬拜 這是我們傳福音的目的 是 傳的福音讓人可以有得救的確據 那不是就停在那裡 而是再次恢復人被造的目的 就是要來敬拜 因此這邊有幾句話這麼說 福音是要恢復人被造的目的 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敬拜 那因為罪人墮落遠離的神 神就藉著他的救恩 再次挽回我們 恢復我們被造的目的 所以福音是要恢復人被造的目的 福音是教會存在的使命和任務 那請你注意了 敬拜卻是教會存在的目的 使命跟任務是為了達到目的 Amen 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來敬拜我們的神 但因為罪人墮落遠離神 藉著福音 藉著耶穌基督他的救贖的工作 如果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過都變成新的了 我們有一個重生的生命 這個重生的生命 是要我們被恢復 恢復本來被造的目的 就是要榮耀神 要敬拜我們的神 所以敬拜是教會存在的目的 那基督徒應用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來敬拜我們神呢 早上透過詩篇第95篇的經文 我們總共有11節的經文 我們一起一節一節的來幫助我們學習 詩篇第95篇第一節這裡說 來呀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來呀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向拯救我們的磐石 歡呼 這邊來呀 如果你在看自己的經文在談的是 他在召聚我們 來呀在召聚我們 是一個call in 召聚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要來歌唱 向我們的神來歡呼 那這邊我們要去認識的一件事情就是什麼呢 這邊召聚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主日崇拜不光只是來跑個流程 所以不光是告訴人說崇拜開始了 然後提供一些的資訊 而是要怎麼樣召聚我們 使我們能夠怎麼樣 被帶到同樣的一個意象 跟同樣一個目標的裡面 我們被召出來 離開世俗的這些的攪牢 好然後呢 我們呢 甚至離開 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 因著許多的這些的 不同的負面的情緒 在主日的這個時候 我們被召來呀 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要更深的進入神的同在 認識他 並且更深的經歷 他豐盛的應許 Amen 用怎麼來呀 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拯救我們的龐石歡呼 英文更有三個字說到 vision mission 跟passion 召聚我們 讓我們進到同一個vision 同樣的一個意象的裡面 那這個vision 這個意象就是 我們人被召的目的就是要來敬拜 那怎麼樣可以達到這個敬拜呢 人因為罪墮落 就藉著mission 藉著宣教 藉著使命 讓人再次藉著這個使命 我們能夠回到這個vision 被召的目的就是要來敬拜 因此 這邊的經文是用我們進入到一個的passion 那裡面 一個熱忱 所以vision 我們需要有mission 這個mission更需要你的passion 所以敬拜 它不僅只是一個儀式 敬拜它不僅只是一套的這個形式 不是敬拜更講的是 祂被召要帶著一個生命 帶著一個熱忱 Amen 來回應我們的神 我們細一點來看 你要來啊 這個字在中文的翻譯說來啊 但是其實回到原文的時候 回到原文西伯來文是 Yalat 跟我一起來說一次Yalat 這邊Yalat 英文的翻譯有好幾個 Depart 中文可以說離開 或是Go away 走開 或是Let go 放手交托 WOW 你們中文 這邊和河粉翻譯說來啊 Come 來啊 但是你回到原文的時候 它在講的是Yalat 是離開 是走開 是放手交托 我們更細一點來看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這邊來 在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人要來以前 來到神面前以前 我們必須先離開 先放下 先走開 否則人雖然來了 但我們的心靈 卻還沒來到 我進一步來看 所以我們怎麼樣 我們就物要馬虎了 我們就不可以隨便了 我們就不可以不認真 或是我們就是應付了事 No 我們千萬不要推卸責任 所以敬拜沒有任何的借口 不隨便 不馬虎 不舒服 弟兄姊妹 Yalat 經文一開始說來啊 這邊來的時候 是我們要來到神面前的時候 首先我們先學著可以放下 離開我們在生活當中的馬虎 不認真 應付了事 這種的態度 No 弟兄姊妹 當我們來到神面前 我們學著Yalat 我們先可以學著放下 我們離開 離開這些纏繞我們的這些的事情 妨礙我們的事情 不再有借口 所以我們離開我們的腦上 我們離開我們的自我 我們離開我們這些負面的情緒 要他走開 放下我們的忙碌 然後呢 我們挪開那些負面的思想 沮喪 煩惱 挫敗的事情 Yalat Amen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態度 來到神的面前 那接著要問的是 那我們又該如何能認識 並且經歷這個神的同在呢 所以來啊 剛剛說Yalat 離開 離開那些長繞我們的事情之後 那我們接著是我們要 你要做個決定 所以這邊我們要 它是一種刻意的 是一種決定 是積極的 我就是要 當我Yalat 離開我負面的情緒 放下一些長繞我們的事情 那接著是我刻意的一種決定 積極的我要 我要向Yalat 來歌唱 來歌唱 向拯救我們的龐石來歡呼 那我們來認識 因為這邊講的歌唱 原文是ranan 跟我一起來說ranan ranan這邊是講的不僅 只是開口唱唱歌 當我們Yalat 放下我們世俗的長類 這些負面的情緒 種種困擾我們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刻意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就是要來ranan 更是一種敬畏的態度 所以這邊ranan 中文翻譯歌唱 它不僅是開口唱唱歌 它講的是一種揚聲 發出這個誇聲的聲音 to overcome 客服 exaltation 提升 to cry out 呼求 short for joy 歡樂 participate actively 是一種積極的參與 是一種積極的參與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沒有 中文尤其就翻譯說歌唱 好像就是開口唱唱歌咯 然後不僅如此 ranan這個原文你去查的時候 它不僅是 它是開口唱歌 但是它更重要看到的是一個態度 一個積極的態度 揚聲 誇聲的聲音 sin for joy short for joy 向神來歡呼 所以他說向拯救我們的旁食來歡呼 Amen 剛剛前面說的整個敬拜的神學 我們紀念神的創造 我們紀念祂的救贖 Amen 祂是我們的拯救 所以ranan 一種刻意的態度來到神的面前 很積極的用誇聲的聲音 向神來歌唱 我們去往下看 結果第二節說 我們要來感謝祂 用詩歌向祂歡呼 一個積極的回應 Let us come before His presence with thanksgiving and make a joyful noise unto Him with song 我現在兄姊妹 我們要以感謝來到神的面前 感謝的心 不被我們的情緒左右 是 來到神的面前 也許在一個禮拜的當中 現在因為這個疫情 常常有許多未知數 我們很難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常常我們處在一種恐懼 不安 很容易有急躁的這些的情緒的裡面 甚至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很難安靜我們的心 但詩篇這邊剛剛說我們前面 亞拉要我們放下這一切 然後我們決定 積極的來到神的面前 用誇聲的聲音 达難 更接著的是一種態度 這邊第二節說 要感謝祂 with thanksgiving 我現在的兄姊妹 各多詩書裡面 三章十六節 保留說 用詩章 用颂詞 用靈歌來敬拜 用詩章 用颂詞 用靈歌來敬拜 詩章在講的就是詩篇 颂詩在講的不論是 所有傳統的這些的詩歌 靈歌就是包括今天 繼續有的這些新的詩歌 用靈來歌唱的詩歌 我現在的兄姊妹 不論詩章 不論詩詩 不論靈歌 不論是詩篇 傳統甚至 一直到今天 許多當代的 被寫的詩歌 我相信 都是神的靈感動 這些的作者寫出的詩歌 靈歌 我們是以歡呼 歡慶喜樂的 向善的 活躍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 我們向神來敬拜 Thanksgiving 詩篇的100篇第四節說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 當讚美進入他的願 看到沒有 但一感謝他 稱頌他的名 你知道當詩人大魏 在寫著詩篇的時候 他有很清楚的 繪幕的朗圖 這邊說到門說到願 這個門不是我們教會的 外面的篱笆門 或是我們教會 進到聖堂裡面那個門 比如說我現在在家裡面 在線上崇拜 那個門子的事 是我客廳的門嗎 我現在聽說姊妹 這邊講稱謝進入他的門 讚美進入他的願的時候 詩人大魏是有很清楚 繪幕的朗圖 在旧約的裡面 他們談到敬拜的時候 在大魏的時期 那時還沒有聖殿 他們整個敬拜的觀念 是神幫不給摩西的整個 繪幕的朗圖 有門有院有職聖所 稱謝進入門 讚美進入院 最終更是在職聖所的裡面 與神來相遇 比如說到大魏的時候 大魏預備材料 他的兒子所羅門 就把聖堂蓋起來 整個的聖堂的藍圖 就是案子剛剛 會幕的藍圖所蓋 有門有院有職聖所 聖所的裡面有 有這個什麼 有這個約貴 預表神的同在 大祭司一年一次進到裡面 要與神來面對面 我現在弟兄姊妹 我更要說的是 保罗在哥林多前書 336節他說 岂不知你們就是神的殿 弟兄姊妹 你就是神的殿 神的靈就住在你的裡頭 所以從旧約不認 從會幕之後到聖殿 我們知道之後 聖殿也被毀了 知道這個耶利敏 再次重修聖牆 然後再次恢復這個聖殿 但是我們知道在耶路 耶穌的時期 這是第二聖殿 之後又被毀了 今天的猶太人 在等第三聖殿 但不管怎麼樣 保罗更要說的是 那個殿不僅 只是在地上 你看得見的 目前在整個以色列 你看到 只有聖一面的西牆 他們稱它為枯牆 保罗更說的是 那個殿不僅是 那個看的殿 那個實體的 那個建築物的殿 保罗說的 你就是神的殿 神的殿 神的殿 就住在我們的裡面 耶穌基督 從實體復活之後 你知道耶穌基督 被釘死是假的 他說成的那一刻 成的那一刻 殿的帽子 從上而下就裂開 跟預表 我們人人皆祭師 你我今天 都是神的殿 神的殿 就住在我們的裡面 我這邊有 給大家找一個 這樣的小會幕 TEN TEN一般我們知道 是帐篷 你知道 TEN 我就在想到說 我們似乎每個人都是一個小會幕 你跟我就是一個小會幕 我們都是一個神的殿 神的會幕 那TEN這個字 從英文來看 TEN T 我們可以有一些的學習 第一個T Thinking Positive 我們積極的思想 剛剛說Yalat 然後我要 我們要 來到神的面前 Ranan來歌唱 是一種積極的決定 Thinking Positive 積極來到神的面前 E Enjoy Washing 我們要來享受敬拜 今天許多人在忍受敬拜 哎呀 線上有很多的限制了 就是過去在實體 有時候會覺得他冷氣不夠人了 今天的音響怎麼了 今天燈光不夠了 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弟兄姊妹 No 我們不是忍受敬拜 我們是要享受敬拜 他這是一種態度 誇盛 積極的 接著No Coincidence 都是神的美意 不是意外 不是巧合 No 都是神的美意 No Coincidence 最後 With Thanksgiving 方式獻恩 旺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主 不論是疫情 不論是在疫情下 使得我們很多生活也很困難 失去工作 很多人甚至攘溢 甚至有心靈的危險 甚至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甚至有很多人 他們的親人好友 因為這個疫情甚至都失去了性命 你可能都處在這樣一個非常悲观沮喪的情緒的裡面 但是你知道對你我今天是神的兒女 我們來到神的面前來敬拜的時候 我們不是因為環境比較好了 我們才能夠Thinking Positive 沒有 耶穌也說這世上是有苦難 但他說你們可以放心 我們仍積極可以來到他的面前 哪怕是一個苦難的世界 我們仍可以宣告 在耶穌基督裡面 我們得盛有益 Amen 格里罗前書第六章十九到二十節說 岂不知你們的聖子就是聖靈的殿 我們聖靈就是神的殿 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 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因為你們是仲駕馬來的 所以要在你們的聖子上榮耀神 在你們的身體上來榮耀我們的神 YES 所以從剛剛前面我稍微做一個整理 當我們說起來崇拜 剛剛前面的經文給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整理 他在召集我們不僅 不光是只是來跑一個流程 不光只是一個宗教的儀式 No 召集我們 要我們能夠積極的怎麼樣 參與歌唱 這個歌唱不僅開口唱唱歌 參與什麼 這個歌唱是一種誇盛的態度 是一種積極正面的決定 我防釋謝恩 也許這世上許多不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 但我決定 我決定 我竟然信靠耶穌 我決定在這苦難的世界的裡面 我能抬頭來仰望 眾成們抬起頭來 我能抬頭仰望 因此到那榮耀的君王 要來 就聽說怎麼稱謝進入門 讚美進入願 我們之中跟在至聖所的裡面 在敬拜的當中 我們享受與神的同在 所以你發現稱謝是進入讚美的鑰匙 is the key 這個門要被打開 聽說怎麼如果你不懂得稱謝感謝 Thanksgiving 你不會讚美 一個懂得稱謝的人 他接著懂得讚美 是 如果你還有很多的埋怨 很多的苦毒 你不會開口讚美 就當我們學著防釋謝恩 哪怕十之八九都是不順心 不如意的事 但我決定 它不是一種感覺 它是一個決定 我已經決定要跟隨耶穌 這個跟隨耶穌的決定 就是哪怕這世界是有許多苦 有許多不順心不如意的事 但我在這個環境中 我仍決定選擇 不要來呈現我們的神 這個呈現就幫助你可以 進到願的裡面來讚美 這個讚美更打開你對神敬拜的心 因為你我保羅說 我們就是神的殿 我們就是神的殿 我們是個小會幕 我們積極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來敬拜 經文繼續往下看 因而華為大神 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 這邊在講的是 這個造物主與受造物的關係 所以你看到 地的深處是在神的手中 山的高峰也是屬他 所以從低谷到高峰都是屬神 海洋屬他 是他造的 漢帝也是他的手所造成的 所以敬拜的這個內容 他是我們的大神 是我們的大王超乎萬神之上 再講的是被造物於造物主的關係 他是創造的神 他同管萬有 他擁有這一切 Amen 接著的經文又說到來 跟剛剛第一節的來 但是這個的來 中文看似一樣的來 但是你如果回到原文 前面剛剛講的是亞拉特 但是這邊在講的是 波 在西伯來文 波 這邊的波 來啊 講到是 to go in to enter come in gather 中文說就是進去 進入 進來吧 聚集 跟剛剛第一節的中文的 來啊 中文看似都是來啊 來啊 但是原文一個是亞拉 亞拉是要你怎麼樣 要你離開 先離開 然後積極的做個選擇 要Ranan 誇盛的聲音 決定在神經面前來歡呼 那接著這邊波 來啊 是我們要進入 就剛剛稱席進入門 讚美進入院 甚至是要進到他的直勝所 go into 進到他的裡面 to enter come in go in 我們要跟神gather 跟會眾gather 就敬拜不止個人 我們要跟所有的群眾 跟我們這些被招的人 一起來到神的面前 together 一起 進到神的直勝所 所以來啊 我們要屈身來敬拜 前面稱謝進入門 讚美進入院 接著更是要我們 可以屈身的來到神的面前 在照我們神的面前 跪下 你知道敬拜 我們前面是稱謝 我們是讚美 但你知道神最終的心意 不是只有停留在稱謝讚美 更是要我們可以與他來相遇 那接著是更深的一個 你知道在旧約裡面講的是 shah 俯伏的敬拜 新約在羅馬書第十二章 講的是latria 他在講的是一種屈身 一種跪下 是講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讀羅馬書第十二章一節 所以弟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 神的殿 獻上當著活祭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侍奉 這是中文的翻譯 侍奉 若你活的原文是latria 英文就是叫worship 你們如此的worship 如此的latria 乃是理所當然的 就是你們如此的屈身 你們如此的跪下 將身體獻上這個神的殿 盡心盡信盡益盡力 你的全心全心全意全力 來到神的面前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因為我們被招的目的 我們被招 就是要來敬拜 然後我們遠離的神 因為罪 再次被他的救恩救贖回來 招回來 目的也是恢復 就是要來敬拜 這兄姊妹 這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 屈身敬拜 在神面前跪下 是一種全然降伏的態度 全然降伏的態度 所以當我們說 齊來敬拜 齊來崇拜 聚集我們 聚集的參與 用誇聖的聲音來歌唱 接著歌詞要來勉勵我們 來啊 要我們全然的 enter it 來到神的裡面 我們全然降伏的來施奉祂 來敬拜 經文繼續往下看 第七節 因為祂是我們的神 我們是祂草禪的羊 是祂手下的名 唯願你們今天聽祂的話 這篇歌要我們草禪的羊 就是你跟我 能夠聽牧人的聲音 聽祂的話 那牧人與羊的關係 君王與子民的關係 要我們可以聽話 可以順從 可以服從 可以降伏 Active Active Obedience 積極的順服 產生積極的行動 你的being 決定你的doing 你可以有這樣的doing 因為你有這樣being的操練 一個積極的順服 帶來積極的行動 所以你的所事 要產生一個積極的所為 你的being要產生一個積極的doing 所以弟兄姊妹 經文帶領我們整理第三個point 在講的就是 請借我們聽從神的話 請借我們聽從神的話 接著經文第八節第九節說 你們不可硬著心 這邊給我們例子 什麼例子 他說像當日在米利巴 米利巴的意思 如果你去看原文 米利巴的意思 這樣講的就是真鬧 埋怨 你知道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 在曠野40年的時間 他們在那裡爭鬧 在那裡埋怨 後面說就是在曠野的這個 這個瑪莎 他們在那裡試驗神 哎呀很多埋怨的聲音 寧可死在這個埃及 也不要被摩西帶出來 前面的過了紅海之後接著 神一步一步的許多的神蹟 但他們仍然在那裡爭鬧埋怨 經文那裡說 那時你們的祖宗是我 烫我 就是懷疑我不信我 並且光看我的作為用 都在看我的作為用 這邊作為在講的是什麼 他們光看神如何拯救 引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後呢 在曠野的裡面 怎麼樣供應他們 馬納給他們水 他們要水就敲石頭 就有水喝在曠野的裡面 賜下這個綠列典章 有沒有 在這個洗奶曠野 然後呢 白天這個有這個雲柱 晚上有這個活柱 在前面領路 更給他們這個會幕 學著敬拜 學習怎麼樣敬拜 侍奉 目的是要預備他們 可以進入神的應許地 40年的時間給他們學 但我們知道 許多老的一輩的以色列人 之後都死在曠野 接著是由約書雅 帶領年輕的一代 進到應許地 征服那地 然後就分地為業 東子妹這邊經文要我們學習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這些老一輩的這些的 以色列人 他們都死在曠野 因為他們仍懷疑不信 他們40年的時間 他們在那裡食堂主 懷疑神的作為 他們不信 東子妹 經文接著第10節 第10節就說了 40年之久啊 他們看著神的作為 看著40年神的作為 看著40年的神蹟 但他們仍然不信 仍然懷疑 神這裡說 我厌烦那世代 說這是心裡迷糊的百姓 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只看著神的作為 但卻不曉得神的作為 所以後面經文說 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他們都死在曠野 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什麼叫做進入安息 弟兄姊妹 剛剛第6節講的 進入神的同在 進入神的安息 就是進入神的同在 遇生相遇 那是整個敬拜的高峰啊 40年的時間 以色列人在跨野 學習如何的敬拜 如何的侍奉 如何的實意的奉獻 但他們仍心意不信 以至於他們不能 進入神的同在 不能進入神的安息 經文在以色雅書說 你們得救在乎回歸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以色雅書第30章15節 看到沒有 得救在乎回歸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不只帶著一個不信懷疑的信 西伯来書第3章15到17節也這麼說 經常說 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了 不要再硬著心 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那時聽見他 那時聽見他的話 惹他發怒的是誰呢 經文說 岂不是跟著摩西 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這也是西伯來書在講的經文 神40年至久 非常的厭煩 又是神又厭煩 那是誰呢 岂不是那些放罪失手倒在匡野的人嗎 看到沒有 就是那40年之後不能進一許地的 死在匡野的人 經文繼續在西伯來書3章484節說 又向誰启示 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向那些不信蟲的人嗎 這樣看來 他們不能進入安息 不能進入神的同在 不能進入神整個敬拜的應許的裡面 因為不信的緣故 因為不信的緣故 所以弟兄姊妹 保罗在《鐵撒羅人家》前書5章22節說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不要消滅聖靈 神的靈 Rema 神的道Logos 唯有不消滅聖靈的感動 唯有不藐視先知的講論 我們才能防視察眼 經文說但要防視察眼 善美的我們持守 各樣的惡事我們警戒不做 一個有神的靈 有神的道的人 我們才能夠防視察眼 什麼是美善的 什麼是神不喜悅的 所以耶穌基督在撒馬利亞夫人 在井邊跟他要水喝的時候 跟他談起了敬拜的事情 耶穌說 神就是個靈 拜祂的打用心靈和誠實 心靈和誠實 在英文是spirit and truth 靈與道 有靈有道的敬拜 Rema and Logos 不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藐視先知的掌论 有靈有道的人 我們才能夠防視察眼 善美的持守 各樣的惡事 警戒不做 Logos 神的道 Logos這個字 他講的就是常識的話 神已經末世的話 創世紀第一章到啟示錄的最後一節 這66卷 Logos 已經末世的話 Logos 是個名詞 那聖經還有一個字 說到神的話 是Rema 動詞 就是硬實的話 即時的話 或是亮光 是神已經把他的Logos賜給我們 那我們今天靈修 我們今天去默想神的話 在那個當下 他的靈仍然在工作 幫助我們 在這個當下 我們在讀神的Logos 已經啟示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亮光 這是聖靈的工作 我們可以有亮光 所以在約翰福音六章六十三節說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 肉體是無益的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你回到原文來看 那邊講的是 希拉王就是Rema 就是靈 就是生命 就是靈 就是生命 所以我們需要神的Logos 需要神的道 我們聽到 我們靈修 但我們更需要神的靈 Rema 在我們聽到靈修的那個過程中 神的靈再次來光照我們 開啟我們 以及我們可以進入他的真理 聖靈要幫助我們 真理的聖靈要幫助我們 進入他的真理 各位姊妹 我們都知道聖父聖子聖靈 聖父的工作 聖靈的工作 對聖靈的工作 那聖靈的工作在做的是什麼呢 聖靈要焦灌煩有血氣的 聖靈都是工作在先 聖靈啟示感動光照 責備 然後指引我們 以至於我們人 可以來到聖子的面前 接著聖子 聖子是道路 真理生命 接著道路真理生命 人就可以來到父的面前 Amen 你看到聖父聖子聖靈 各有他們自己的位格 跟他們的工作 三位一體的神 三位一體的神 聖靈啟示感動光照 責備引刀我們 交灌我們 讓我們可以進到 Logos的裡面 聖子耶穌基督 他就是道 道成肉身的道 這個道 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們就可以來到父的面前 所以為什麼 經文在馬太福音第十二章 三十一三十二節說 所以我告訴你們 人一切的罪和 亵渎的罪都可以得聖免 都可以 Yes 唯獨亵渎聖靈 總不得聖免 凡說話剛放人子的 得罪耶穌基督 還可得聖免 唯獨說話剛放聖靈的 今世來世 總不得聖免 為什麼 都怎麼這樣 我們就可以明白了 我們一切都是由聖靈的感動工作 你知道一個人可以重生 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的感動 以至於我們願意敞開我們的心 接受耶穌為我們個人救主 以至於耶穌基督 他是道路真理真命 我們接受他 我們就可以來到父的面前 那你知道 那我們若是消滅聖靈的感動 我們褻渎聖靈的工作 你知道就斷了這條路 總不得聖免 因為人就在耶穌基督那裡 才能得聖免 聖靈的工作是要幫助我們 可以來到耶穌基督的裡面 得聖免 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來到父的面前 但我們如果拒絕聖靈 我們藐視聖靈 我們消滅聖靈 人就斷了 可以再次在耶穌基督裡面 得聖免的機會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的父 創造宇宙萬物 更給我們生命 他更赤下耶穌基督 成為救贖 讓我們這些在罪裡的人 接著他救贖的工作 我們可以回到他的面前 那聖靈就是要來感動我們 打開我們的心 接受耶穌基督 以及我們可以來到父的面前 各位看到了沒有 好不好 早上透過這樣的經文 我們一起來學習 這邊有句話這麼說 你的上光 你的上光 你的眼光 你對上帝的眼光 決定你對這世界的眼光 你的外光 你的上光決定你的外光 你對上帝旨意 可以有正確的認識 但是這將影響你對這苦難的世界的看法 這世上是有苦難 但也是說你們可以放心 因為他已經勝了世界 所以一樣的 你有正確的神學 你有正確的敬拜的神學 這將決定你有正確的世界光 Yes 我們都被招出來 我們人人要成為主的门徒 门徒的目的 我們就是可以胸懷這個普世 把福音傳開 那福音傳開不是就停在那裡 福音傳開的目的 是讓人可以借著福音怎麼樣 恢復被招的目的 就是再次回到神的面前 能夠來敬拜 調整我們的眼光 從屬色的眼光 我們可以有一個對的眼光 往上看 上光 你對的眼光 決定你有正確的世界光 你對整個神的心意的認識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們可以來榮耀祂 來敬拜祂 盡心盡心盡力盡力來愛神 其實也是想法就是要愛人如己 愛神愛人十字架 神的心意 要我們再次能夠恢復被招的目的 就是來敬拜 當我們說我們要有世界光 世界光就是這個 普世胸懷 讓許多為德志民 那許多還在這個救恩門外的人 他們可以一樣的得著神的救恩 恢復被招的目的 起來崇拜 我最後要說 人的慣性不容易改變 這次的疫情促使我們 新常態 New Norm 但人仍就 習慣於救常態 同樣的 一個蒙恩的罪人 若不願意讓聖靈不斷的更新 不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藐視先知的講論 你知道嗎 如果我們不願意這樣子 不斷的在敬拜中 讓聖靈來更新 我們仍就活在罪中之了 已經快兩年的疫情 我們師父已經對這個SOP不太陌生了 但是今天幾個人真的是能夠嚴謹的來守SOP 常常我真的要說 我們仍然很疏忽 我們仍然很放鬆 所以你發現整個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有的比較好又更嚴重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這個復甦了 慢慢的開放 我跟你說 一樣的 如果是我們已經學了兩年 該守的SOP沒有守好 這個疫情仍然很難控制 是一種新常態 New Norm 所以疫情促使我們要進入一種新常態 要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 聖靈幫助我們促使我們 然後我們在線上 我們也在線上崇拜了好一段時間 這不囊住我們來到神的面前敬拜 是實體敬拜很好 但線上敬拜跟實體敬拜 其實一樣都要用心靈誠實的來敬拜 不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藐視先知的講論 讓我們的敬拜可以防止查驗 善美的持守 各樣二次緊接不做 好朋友姊妹 我們今天都是一群蒙恩的人 讓我們都願意讓聖靈來更新我們 警惕我們 所以其來崇拜 早上透過10篇第95篇1到11節 再次幫助我們 要召集我們積極的參與歌唱 用誇耀的聲音 用誇聖的態度 一種決定 我們就是要 用在那個態度 我們亞拉特 離開我們那些負面的情緒 離開我們那些不順心 不如意的情緒 勉勵我們 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最後我們一起 用這個回音的詩歌 帶著大家一起的來敬拜 也在詩歌的當中 我們一起的向神來做出 我們敬拜的回應 我們一起來唱這個 願你的國降臨 是的弟兄姐妹 讓我們一同齊聖的來敬拜 主啊我要在萬命中称謝你 我要在人的面前歌頌你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阿門 一起來 我要在萬命中称謝你 我要在人面前歌頌你 我要在人面前歌頌你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用生活穿揚你的慈愛 用生命見證你不更改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願你國降臨 stealth幾天 technology 你一直已成全 在衣裳 如同在天上 在我生命 如同在天上 如同在天上 我要在万民中沉泄你 我要在人面前歌颂你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体 用生活转扬你的赐来 用生命坚持你不更改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体 愿你过降临 你旨意成全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在我生命如同在天上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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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过降临 愿你如同在天上 愿你过降临 你旨意成全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在我生命如同在天上 愿你我降临 你的旨意成全 你旨意成全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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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们齐心地来敬拜你 透过早上诗篇第95篇的经文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真的是 每次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不受在生活当中许多这些负面的情绪 许多这些低沉的情绪愤怒来影响 我们更是一个决定 决定哪怕这世界认识许多的苦难疫情 甚至前面有许多未知数 让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个决定 在你的面前用夸声的声音 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里面 我们已经得胜有余 主谢谢你 帮助我们心意更新地来到你的面前 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 用我们的歌声来传扬 祝你是自己伟大的作为 请我们祷告 引导我们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这么美好的学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名求 Amen 我们感谢主 也感谢孕恩传道 在百满中为我们录制了 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线上的讲道 我们愿神赐福他 也报答他在主里的劳苦 教会继续鼓励地用紙人们 能够以银行转账的方式 来参与我们教会的实义和感恩的奉献 还有建坛基金的奉献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更明白圣经里面 对实义奉献的教导 以致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能够凭着信心 来参与这个实义奉献 在马拉基书里面 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最爱的金钱 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呢 不但能够祝福了许许多多人 使上帝的工作能够拓展 我们也相信神要在各方面来 赐福我们 恩待我们 接下来我们以信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无限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才能与我们每一个在线上的 弟兄姊妹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献上崇拜 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莫道平安散会 上帝赐福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赐福大家